没穿红内裤的男人 在小树林遇见一个蹲着的女孩 仔细一看原来是个美人 男人看见她大冬天穿的单薄 主动脱下自己外套 亲自给女孩披上 一般看起来是好心举动 实则男人另有目的 很快男人故意说带她回家 可是女孩并没有说自己家地址 男人开着车就把女孩带走 路上看着女孩洁白的短裙 心想大冬天谁穿这俩 肯定是故意勾引自己的 没一会 男人就把女孩带到自己家 女孩来到男人家里 房间的构造 让她有了小时候的味道 男人看着女孩 心想是不是没见过大房子 还亲自过来脱掉女孩外套 男人看见女孩没任何反抗 心想计划能行得通 他递女孩冲了一杯咖啡 而女孩没有丝毫犹豫豫地喝下去 男人脸上露出来诡异一笑 他觉得女孩已经中招了 现在只需等待时机成熟 自己的计划就可以实施 男人走后女孩也露出微笑 高端的猎手 往往以猎物的形式出现 男人还没等到时机成熟 女孩就主动送上门 男人看见这么主动的女孩 那么一定不会放过了 男人伸出咸猪手 女孩则一步步靠近她 男人眼神充满了期待 可是下一秒 眼前一黑 女孩身影渐渐模糊 玻璃上溅了许多鲜血 而女孩不知挖了什么东西 直接嘴里送 男人到死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 男人被解决后 女孩就离开了她家 去到了隔壁邻居家看电影 奇怪的是女主人 居然不知道女孩从她面前路过 还坐在一起看电视 男人被杀后 警方前来调查 却没发现男人的死因 而这件案子也被定位了悬案 一直认为是阿飘在索命 被男人带到城市的女孩 很快就开始了下一个目标 她跟踪猎物一路行走 在她眼中这个没穿红内裤的男人 已经是一个死人了 一个女孩跟踪男人 男人总觉得背后发凉 回头看的瞬间竟然什么都没看到 男人继续寻走 女孩却一直跟在她后面 没意会女孩跟踪男人来到她家 却在门口遇见一个男孩 男孩担心女孩半夜会遭遇危险 答应送女孩回家 女孩望了望男孩 没想到竟然有猎物送上门 往往渣男都是用这种方式搭讪的 在她眼里男人肯定要带她回家 然后给她来点迷魂汤 最后实行渣男手段 女孩跟着来到男孩工作的地方 女孩以为男人会在这里干些什么 等男人过来的时候 意外地递给她外套 还让她自己穿上 这剧情不对劲啊 一般都是男人给她披上占便宜的呀 女孩没有想下去 肯定认为是新套路 在回去的路上 男孩问女孩家在何方 自己好送她回去 但是女孩并没有说话 男孩认为女孩是不愿想起过去 将女孩接到车上后 男孩看见女孩没穿鞋子 就将自己前任的鞋子递给女孩 在路上男孩专心开车 并没有多看女孩一眼 很快男孩就把女孩送到了自家 接着他给女孩递上一杯水 女孩接过水杯 认为男人快露出真面目了 但他喝下温水的时候 竟然发现只是一杯普通的白开水 女孩越来越疑惑了 自己的穿搭 在男人面前百事百灵 怎么今天就失效了呢 现在只有一个解释 男人是真的心善 女孩不忍对男孩下杀手 很快就把目标转向别人 不一会他就把隔壁老王杀掉了 警方前来调查 案件和之前一样 判定为阿飘所命 第二天晚上 男孩出门 竟然还遇见了女孩 看着女孩孤零零的 他还和女孩坐下闲聊 这次女孩竟然开口说话了 他告诉男孩自己被父母抛弃了 现在就是孤家寡人一个 男孩见他可怜 再次把他收留家中 还给女孩稍微打扮一下 让女孩看起来不那么渗人 不仅带女孩逛超市 还带着他去夜店跳舞 电影院看属于两个人的电影 而女孩也渐渐地喜欢上了男孩 就在这天夜里 女孩思考以后孩子叫啥名时 有一个不知死活的男人 突然亲自送上了门 女孩被一个壮汉带回家中 壮汉却没注意到 女孩手中拿了一根勺子 壮汉靠近女孩时 女孩一把推到壮汉 壮汉以为女孩要晚点刺激 女孩靠近他时 下一秒 壮汉声音戛然而止 而壮汉准备的录像机 却录下不可思议的一幕 壮汉隐恨西北后 女孩还是像往常一样 舔了舔勺子一口 这时房间内出现一名清洁工 清洁工看见可怕一幕后 直接加快速度逃跑 但不幸的是 还是被女孩追上 女孩也是轻松地杀死了清洁工 这次的杀人案件 就和以前一样 被认为是阿飘所命 第二天 女孩和男孩约会时 男孩告诉女孩 自己从小母亲就离开了 是他父亲一手把他带大的 男孩还给女孩看了看 他父亲照片 这不是昨晚杀掉的清洁工吗 女孩很后悔 自己竟然杀掉了 心爱人的爸爸 女孩自责无比 还痛苦地回忆起了过去 原来女孩是被父亲 失手打死的 那时候他才八岁 变成阿飘后 他遇见了地狱的使者 使者给了他两个选择 第一就是成为 永生不死阿飘 但十分地渴望鲜血 第二就是复活自己一天 那一天可以做 自己想做的事 刚刚死去的时候 他毫不犹豫选择了永生不死 但杀掉男孩父亲后 他却后悔了 如果有一次重来的机会 他当初会选择复活一天吧 很快他愿望得到了实现 地狱使者再次找到他 并答应复活他到临死前的那一天 女孩穿越平行时空 来到了他八岁的时候 他看见了他的父母 以及小时候的自己 圣诞节那天 他父亲和母亲发生口角 父亲失手推倒他母亲 母亲不幸当场去世 吓坏的女孩连忙逃跑 躲进衣柜 他的父亲追上楼去 本打算下女孩出来 一棍子准备敲碎衣柜门时 女孩正好打开衣柜 关键时候 女孩的未来深接住了棒子 这才让女孩幸免于难 那之后被女孩杀掉的人 统统复活 而女孩也成功长大成人 而临位上的遗像 却变成了他父亲 剧情虽然有点离谱 但里面提到了平行时空 这玩意儿属于量子力学 实在太高深莫测了 就是不知道未来的科学 能否突破量子力学难关 咱们也不知道 影片也到此结束